首先來看北歐國家冰島 冰島是座落在歐亞和北美構造板塊之間 兩個板塊長期反向移動 也使得當地的地震跟火山噴發 成為了家常便飯 不過今年二月底以來 西南部的雷克雅內斯半島 地震就頻頻了 而且累積已經超過了五萬次 有民眾有好幾個星期的晚上 都被搖到睡不好 科學家就認為在近期內 很有可能就要出現火山噴發 海岸防衛隊的救難車輛與橡皮艇 被地震震得像玩具車一樣搖晃 民宅地面也出現了裂縫 今年二月二十四號起 雷克雅內斯半島南端的格林達維克 持續發生日夜不停的大小地震 不到一個月已經累積五萬次 遠超過去年一整年的總和 雖然這裡原本就是地震耗發的區域 民眾處變不驚 但面對收拾不完的殘局 還有夜不成眠的辛苦 還是感到心裡焦脆 冰島坐落在歐亞跟北美構造板塊之間 這些板塊以每年約兩公分的速度 慢慢朝反方向移動 使得冰島經常發生地震 境內三十多座火火山 也打造了溫泉地熱資源豐富的環境 過去幾個禮拜 格林達維克地震不停 最強達到規模五點七 主要原因是岩漿在地殼底下移動了一公里 並且湧向地表 科學家分析 短期內恐怕將出現火山噴發 熔岩噴泉可以在空中延伸二十到一百公尺 壓力釋放之後 地震情況就會恶寬許多 所以水迦是封的地震 而且現在是很近的 現在是一公里的距離 還有一公里的距離 然後所有的壓力釋放大熊 都會有很多衝突 這會有小的灰燥 我們會看到這些噴火山上的灰燥 這會有很好的灰燥火 冰島許多火山覆蓋在冰川下 一旦噴發 碰到冰山的水氣 就會形成大量火山灰或者濃煙 2010年的粒子 甚至因此擾亂了國際航空運輸 不過這次情況不同 預計岩漿只會緩慢外流 當局有足夠的時間通知民眾撤離 民眾老神在在 只盼這次板塊活動早日平靜下來 不必再到外地避難 求一夜好眠 去年冰島當局 已經為格林達威克制定了緊急應變計畫 其中一套劇本是 如果火山噴發封閉了道路 則會讓民眾登上北大西洋的船隻來避難 公視新聞是會中編譯